电影和电视剧向来是有分界线的 很多电影演员都不愿放下身段去演电视剧 比如说《演戏攻略》里的高贵非谭卓 这把年纪才第一次演电视剧 觉得很新鲜 这次我们要说的新剧题材是都市行真剧 市场上最火的题材是偶像剧和古装剧 民国戏还有都市剧 都是属于卖热型的作品 这样的作品能请来金马鼎后已经很让人惊讶了 更夸张的是 《拦主比李易峰还要红》 这部剧是本月17号 在电视台上当的 成红年代 大家有没有很熟悉 17号芒果台也要上一档新剧 是马天宇的两省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到时候两部剧对垒 又是一场精彩的大戏 成红年代改编自一本出版过的小说 剧本改编的幅度很大 所以大家还是安安心心的追剧吧 从小说里得不到关于这部剧的踪迹 女主马思纯是金马影后 她没有成名之前演过一部同种类型的剧 叫做《她来了,请闭演》 那时候搭档的是霍建华 她根本不用担心演技 因为有老戏骨撑着 现在马思纯的地位已经是一线了 她还能再次选择同种题材的小制作 真的非常佩服她的人品 大家看这个女二号陈瑶 她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 身材瘦血 巴正大的瓜子脸 关键是性格非常的内敛 温柔可亲 马思纯绕注意了 收敛一下女汉子的本性 男主由陈伟廷饰演 剧中的角色是一个警察 因为女主是警察释驾 所以落落大方 非常的霸气 而男主是一个从生活中摸爬滚打 来自底层的一个小警察 又非常的执拗 从人设来看 他们之间也受我们的金马影后倒追 他这个小的男主 这种两个人都是警察的刑侦剧 步伐有高收拾高口碑的 比如法医秦明 还有捉过蜗牛 有爱情 他们都有了相同的成功经验 那就是有一个特别靠谱的男主 陈伟廷是从古剑旗坛中走出来的演员 他当时是给李一峰做的配角 但是因为李一峰 也是通过这部剧才走红的 所以两人的起点是一样高的